你會送他們瘋狂電波嗎 都有 小孩子不用哈 你不要 沒有 小鐘你需要嗎 你是不是打完了吧 還是需要 有扣到 逆行嗎 必須與時光逆行 我不會漲價 為什麼當下會想到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覺得得金鐘了嘛 就水上船高 其實沒有的事 九年了才再走上去 剛剛心情有很激怒 有一點點呆掉 心情的起伏有一點大 那確實從上一次16的夏天 到就是有生之年 九年了就站在台上 拿到這個最佳戲劇 我真的非常開心 有想要怎麼犒賞演員嗎 你會送他們瘋狂電波嗎 都有 瘋狂電波 小孩子不用哈 不要 沒有 少一個 得獎的都有瘋狂電波 我需要 有有有有 妹姐導演 小時候你需要嗎 你說打完了吧 我只是需要 有有 時光逆行嗎 必須時光逆行 我兩台的時候有點緊張 還忘了脫外套 然後錦華一直提醒你了 對因為太緊張了 然後錦華一直提醒我脫外套脫外套 然後我就很順手的就把它拿給他了 所以錦華就幫我接了這個外套 那錦華得獎我也非常開心 我們會找時間我們大家會再聚 還有韋寧我們都會再聚 你說你這次就是有脫掉那個偶像的那個外表 偶像的外表應該脫不掉吧 確實 你會一直很帥 沒有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感激心 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就是 遺情別戀 對 遺情別戀 因為製作人其實在找角色演員的時候 他其實都有很多背學 就只有我這個角色 欣如他自始至終就停了到他 然後再來就是導演 就是跟導演相處 雖然就是跟康仁講的一樣就是 倒是在海湖是很懂他在說什麼 你三部戲就懂 對三部戲就懂 我希望之後還有兩部 還有一個包包 包包是有裝備的 那是戲裡面康仁的包包 這包包很重要 還有默契 我們實在太沒有默契了 開完戲就沒有默契 那誰在我後面叫說 導演你幹嘛拿包上去 我差點上去拿你的包 我啦 我拿 我導演幹嘛帶包包 我包幫你拿 然後後來他 不知道他為什麼 他執意背上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 那一定是康仁的包 對 對